三分的差距 浙江队还是保持领先 当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可能在传球的时候 用了一个暴扣来回应 没有想到波克起跳那一下高度那么高 而且他速率很快 趁那下起来了 你看张大鱼起跳的时候 他球都已经靠进去了 我再观察 对于自己的球员都非常的了解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比赛 比赛开始 因为苏伟在 所以篮下高度够 但是外线 拖 目前现在的突然 周鹏拿到 防守篮板球对广队太重要了 冲篮下之后 有了篮板 魏姆斯的 杜鸿德要杜鸿沃往下扑 杜鸿德要杜鸿沃往下扑 外线再重 今天要称赞下吴钱 请苏伟 就是利用这个空间 苏伟有问题 你这往后推等于说再做掩护 你进攻要攻他 要给他压力 你看苏伟这球怎么能往后走呢 你防的是吴钱 那就是库里 强敌不少 是的 还是篮伟格 厉害 厉害 他现在 吴明轩 要还一个吗 自猴自抢 又当内线用 随将队也准备轮换 但是看这一次还是打进 一定要有攻击篮筐的荣誉 再把球员的体能调整好 马上 好球 好球这一下 这是马上处理球的方式 马上踏进 从他日保护篮板看手掌弓 吴明轩和徐杰和马上三个人 又要自己来 哎呦 今天胡明轩在比赛当中冲击篮下欲望 很不热 登过来 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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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过来 够硬 哎呀 这个处理球第十次失误 这个就直接弹给球呗了 而且进攻端目前还犯规 三加一 三加一 这是年轻要顾的学费 浙江队的防守非常有针对性 为什么 这个高位挡菜以后 广东队的威胁性更多的是在外线 赢背那轮转到位了 没机会 对 所以也是 哎呦 持球端再来一个 再重 优势无前 现在的投篮锤子技术 我觉得没有两个 没有 而且又一个 这有点乱 手掌弓在一下 而且冲击篮下打中 这广东队打得有点乱 周鹏知道无法接受这局面了 是啊 今天队长队 周鹏 周鹏这时候的习惯会自己打一个 攻这些 这是他上场的一个习惯 也是广东队战术的一个 在整个联赛里面 他这个位置有些时候他会错位 他有错位的优势 是 是 还跑投 这跑投确实成功 好在吧 球拳抢下之后 二次进攻 这下是凭借的积极性 但是第一次进攻 广东现在也是要靠防守 而且也 不错 周鹏说外界色手 但这球打到禁区里边 给到杜鹏 这也是比较准的点 终于出机会了 杜鹏这个球投得漂亮 现在也打算手掌弓看看 直接冲起来 哇 叫停 因为这个节奏 广东队慢慢打起来了 马上 给到另外的位置 任俊菲 打进去 你看 分数 分数三根追分 两根也同样追分 没错 我高迷动率也可以 固定位置 直接抛头打进了 分开 但是他也有身体 这是他比较好的一点 哇 太难了 汪一波 第三停也太有效果了吧 太有效果了 哇 这次 汪一波的突破那一下真的是 能力 这方快 通过也没出来 又来一下 这是胡明轩 今天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中间 始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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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年岁大 吴潜 吴潜 下半场比赛换路 目前整个上场比赛的上场时间不多 可怀性跟攻击力非常强 没错 这延务要做得很大 房区扩的还是一样大 但是下面场我们 哦 这个外星 苏仰望 我觉得他现在就 这段时间长得快了一点 直接掉篮下 又是一个错位 周鹏 假算 周鹏要再来吗 打击 只有一个 因为你这个摔倒才没回来 嗯 张大鱼 还是甩出来 这次啊 人转快 还没出界 这次救回来了 威姆斯给直接救回来 这是最难的 比干脑还精彩 又来一个 周鹏 周鹏 这一段 这个手感热 是 因为之前投进三分以后 这老队员就那样 他现在体力很充沛 手感又有 心心又有 这时候我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用暂停 这个暂停 这一下也不好 被张大鱼识破 扣了一个 比分再次反超 再下顺 张浩 再起 可以 好球 这球张浩打得扎实 希望保罗来冻结一下 得马上就是这么一个空档 他就是节奏变化 对 他就只要这一下就可以 就感觉他好像前提性路 是吧 就很轻松打球 不累 效果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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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效果更好 这一次 无前同样的 你看他在突破的时候 他也同样有节奏变化 而且他有变方向的动作 嗯 再来看一下 你看他有一个变方向 身体给你做 好球 技八法 也中 徐杰 看篮 外线打进翻平 这个肚子老家看篮 他应该看到就机会出来了 下子之后 但是留个衣 蹭路的不错 延误的很好 没事 转过来 十秒钟自己处理再进 这就没办法 防得很好了 我看了谁技范 教练 教练 两次了 直接就 但是那这样的话 现场的话应该就是杜峰知道的 鸡饭 那就是他第二次鸡饭 杜峰知道两次鸡饭 如果被罚出去的话 对广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因为这场比赛的调度非常重要 是 再顺下 直接再自己来 马上用了另白的方式来回应 三分内插局 浙江队还是保持领先 当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可能在传球的时候 用了一个暴扣来回应 没有想到波克这一下 他起跳那一下高度那么高 而且他速率很快 撑那一下起来了 是 你看张大鱼起跳的时候 他球都已经靠进去了 嗯 我再观察 他 他应该手磕到篮筐了 真的很紧 这时候 但这球打进也不容易 好 武前 追身过来 再重 很近 好久了 没错 这样一来 分差6分 没错 阿联再跟不再 这个差距真的还是很大 是 当然杜公主导用他的特殊方式来 我们看一开始 第四节当比赛开始的时候 这球犯规 给保罗 这球周鹏的防守比较干净 这球赵锐的篮板球够快 直接躲下来了 直接穿篮下 机会来 打平了 这个球赵锐传的太棒了 他的落点 这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带顺下 带开了一个之后 造犯规并且打进 郭明轩 郭明轩这球打得非常的坚决 因为防他的 陈帅鹏的犯规刺 嗯 所以这一下 威姆斯 打上队身杰一飘起来 再冲击篮 陈俊飞 打篮下 出名 陈俊飞打球就是自己的节奏 你再怎么快 再怎么乱 对他不会有太大影 蓝板这一下 还是威姆斯拿到 不球吗 直接上 不球来了 张浩呢 上 直接突进来 大家都被马上 怎么说忌惮到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 而且确实 这招队他也不敢过来做前方 这个比赛太精彩 难度好大 都想打你立足卫伟 是 马上 这球呢 四打一 再分出来 太聪明了 他要稳稳的 还是给他一对一 看看要不要歇防 从来接起 三分尝试再重 这是巨星球 对 这就是巨星球 看看浙江队一包不好夹呢 掌声包夹 掩护之后大掩护 其他人呢 赵锐的位置 直接尝试远投 赵锐在今天 这球就是其他人的呢 提上 两个人的就连线 这球差了一点 蓝板球没有拿到 所以这一下浙江队被动了 六分里面 现在根本不是很大 这一下打进广东队 这样无限节省的胜利 再分出来 多人望给点 来了 三分球 这一下就地锤地盈 差不多了 浙江队很难了 很难了 九分 太难了 抢三分 首先 还有六分 但时间 现在最重要的时间 这样一来 大家也都接受这个结果了 可以说关键的那几下啊 也是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两队呢 也是到了 差不多最后时刻 分出了比赛的胜负 今天绝对的一场 精彩的比赛 让我们待会见